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突发 汽车撞入中国驻救金山总领事馆 司机被台上救护车并带离现场 众议院共和党人呼吁结束内战 选举一位议长 民主党敦促参议院迅速确认驻以色列大使 全球研究显示 成瘾问题影响了14%的成年人 等等 请大家收看 突发 汽车撞入中国驻救金山总领事馆 司机被台上救护车并带离现场 六度简报 刚刚 有汽车撞入中国驻救金山总领事馆 司机已经死亡 消息人士称 司机被枪杀 但目前尚不清楚 司机是被其他人开枪还是自己受伤 目击者称 看到一名血迹斑斑的男子 被台上救护车并带离现场 目击者也报告了多声枪响 旧金山警方指示公众 避胎中国领事馆大楼所在的拉古纳街和吉里大道地区 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 有几辆应急车辆 KTVU报告说 至少有一名嫌疑人撞上了领事馆大楼并被强杀 目前尚未提供更多详细资讯 众议院共和党人呼吁结束内战选举一位议长 英国独立报 众议院共和党人被敦促结束在前众议院议长凯文 麦卡锡被罢免后爆发的内战 众议员麦克·麦考尔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呼吁党派团结 因为世界各地都存在热点问题 可能指的是以色列和西岸地区的暴力升级 麦卡尔警告说 现在是玩弄国家安全的危险时刻 他对以色列的回应可能会加剧该地区的暴力 民主党敦促参议院迅速确认驻以色列大使 英国独立报 随着以色列和加沙之间的冲突持续 民主党参议员敦促参议院迅速确认雅各部 卢·Jacob Lou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 参议院目前休会至5月16日 卢是前财政部长 他在9月份被提名 据报道 以色列已有至少900人死亡 加沙有500人死亡 拜登总统宣布 有11名美国公民在其中丧生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 目前处于动荡状态 因其主席鲍博 梅嫩德斯·鲍格曼南德斯因腐败指控被起诉 数百人聚集在哈利法克斯的亲以色列和亲巴勒斯坦集会上 加拿大 CBC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持续战争期间 感恩节星期一 在哈利法克斯举行了两场集会 以支持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第一场集会由大西洋犹太委员会组织在维多利亚公园聚集了数百人 他们手持标语和以色列国旗以表达对以色列社区的团结支持 第二场集会在哈利法克斯海滨举行 支持巴勒斯坦人 也有数百人参加 与会者表达了他们对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发生的事件的沮丧和悲伤之情 其中许多人在该地区有家人和亲人 全球研究显示 成瘾问题影响了14%的成年人 未报 根据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 超加工食品可能符合成瘾的标准 据估计 大约有七分之一的成年人和八分之一的儿童对此类食品上瘾 研究人员发现 大约有14%的成年人和12%的儿童可能对加工食品上瘾 该研究的作者建议 一些高脂肪和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应被归类为成瘾性食物 这可能会导致社会 临床和政治政策的变化 并促进进一步的研究 据报道 越南试图在美国政界人士的手机上 植入间谍软件 英国独立报 根据主要新闻机构的分析 越南政府的黑客 在美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谈判期间 针对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成员进行了攻击 这次网络钓鱼攻击是通过Twitter进行的 针对的是参与加强美月经济联系谈判的个人 旨在轩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任何被攻击的个人成为受害者 专家认为 这个黑客组织缺乏经验 美国国务院没有确认对此次黑客攻击的了解 但指出与越南签署的协议将提供一个讨论此类问题的平台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的新闻简报中有一些令人震惊的消息 首先 一辆汽车撞入了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 司机不幸死亡 目前还不清楚 司机是被他人开枪还是自己受伤 我们将继续关注此事的最新进展 此外 众议院共和党人对敦促结束内部争斗 选举一位议长 众议员迈克 麦考尔呼吁党派团结 尤其是在当前世界各地存在的热点问题背景下 而民主党则敦促参议院迅速确认驻以色列大使 以应对以色列和加沙之间持续的冲突 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 数百人聚集在亲以色列和亲巴勒斯坦的集会上 表达对双方的支持和关注 这场集会凸显了人们对中东地区局势的担忧和对和平的期望 此外 一项全球研究显示 成瘾问题影响了14%的成年人 该研究发现 超加工食品可能会导致成瘾 七分之一的成年人和八分之一的儿童对此类食品上瘾 此研究可能引发社会 临床和政治政策的变化 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最后 据报道 越南试图在美国政界人士的手机上 植入间谍软件 这次网络攻击 旨在轩弱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有人受到影响 但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对网络安全的担忧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简报 现在我想知道 各位观众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请留下你们的评论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